这个马席会结束了 不过后续中国大陆的处理态度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官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 我们把图直接截出来了 这个是今天这个大陆官媒 人民日报的头版 你看到头版头的位置 放的就是这个马席会了 他们用头版头的方式 来处理马席会的新闻 而且呢这篇报道的新闻 我们是把它这个整个版面截下来 它整个占了头版的三分之二 好显示中国大陆官方 对于马席二会的重视了 那说到两岸关系呢 大陆外交部最新公告 他们宣布了 美国持续卖给台湾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因此大陆官方今天宣布 决定对参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 美国两家企业 包括了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还有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这两家公司采取反制措施 而且是从即刻起立刻施行 具体的反制措施也有公布 包括第一点 冻结这两间美国公司 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动产不动产 还有其他各类的财产 还有第二点 要对这两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不发签证 不准他们入境中国大陆 那你看到中美关系是越来越紧绷 不过中纽关系 中国大陆跟纽西兰的关系 却是越来越紧密了 这个纽西兰政府 今天发表了最新声明 他们宣布了 纽西兰贸易部长 这个麦克雷 将在四月中旬访问中国大陆 要加强双边关系 并促进纽西兰企业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等等 几个最新提供给您